看看新闻榜 郭敬明30岁的生日 在这么有意义的一天重走校园 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吗 今天的娱乐最真相 为您全方位剖析传说中的郭敬明 小四种看不见你 即便你有一双比赵薇还大的眼睛 但你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要找到郭敬明 恐怕还是不容易 你要找到郭敬明 你必须拥有姚明般的身高 俯瞰人群 你才有发现奇迹的可能 更何况在郭敬明身旁 还有重量级主持人曹可凡的折搭 我有点犹豫 有点打醋 是吧 因为浓缩的身材 像我站在那儿 基本上就是一棵大树 身高一向沉迷的郭敬明 在昨天的活动现场 也终于给记者 逮成了一个揭露真相的机会 官方身高1米76的 新娱乐主持人曹可凡 站在郭敬明的身边 足足高出了一个头 撇开郭敬明蓬松的发型 和鞋跟的高度 这差距绝对在20公分以上 也就是说 郭敬明身高1米57的说法 其实有了点词到的可能性 真相二 郭敬明和上海大学的情缘 您曾经说就是上大是一所很变态的学校 然后不知道你十年之后再回到上大 现在的上大给你还是这样的感觉吗 上大了 有你现在 我从口出 郭敬明和母校上海大学的情缘 还要从2009年 郭敬明做客谋访谈节目说起 上海大学是一个非常变态变态变态的大学 注意你的语言 是你的母校 上海大学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大学 2002年 19岁的郭敬明从四川自贡 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求学 冷暖自知 十年之后再度回到这个曾经令他感慨万千的地方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 但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班里唯一的外地生了 如果无论名嘴曹克班如何帮忙打圆场 上海大学留给郭敬明的回忆 似乎总是痛苦大于快乐 就连重游校园时 郭敬明也要指着从前跑过的路 看来那段回忆怕是这辈子都回之不去了 我们大概就要从比如说早上起来 从这个马路开始 然后一圈绕着 也是会经过美术学院从那边 然后一直绕过来 围着中间那个湖 围着那个湖这样跑一圈 就是叫校园跑 绕着校园跑 是规定我们要参加那个锻炼 所以每天早上要很早很早起床 非常的辛苦 你有脱工减料吗 有有有有有跑过很多次 除了陈堡在专业学习上 郭敬明也怎么都算不上是个好学生 我今天要爆料了 大二的时候 郭敬明选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课 我连点了三次名 找不到这个人 后来有一次走到校园里 忽然有个同学告诉我 老师那个就是郭敬明 实在面前郭敬明也要低头 向老师求情这种事郭敬明干了可不止一次两次了 在考试的时候找我了 郭敬明老师实在没办法 出版社公司要求我签名收书 那个时候经常出席一些活动 郭敬明老师你让我过了 还那么直白啊 当其他同学还在挑灯阅读时 郭敬明帮着想写作市场进军 老师心一软放了他一马 不过关于置换条件 十年过去了 郭敬明至今都没有落实 我过了吗后来 我实在是犹豫了很长时间 终于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不能过 今天学校领导你在吧 我让他先走了 但是我也想 一个成名的作家 说现代文学课就在挂了 这个传承起这个笑话 这个荒唐 后来我就给他提了一个讨厌 我说你这个课过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得给同学做一个报告 我说你给同学讲一讲 这个怎么来写作 怎么编故事 后来他答应了 然后我就让他过了 但是他到底也没给我做啥报告 真相三 郭敬明究竟何时大学毕业 2002年 郭敬明考入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工程专业 2005年开始修学 直到2007年 工程明就他才重回校园 并且转系到了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可是从08年开始 郭敬明就开始了 他漫长的一业生涯 我觉得毕不毕业 对于他的成功的话 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对于何时毕业这个问题 郭敬明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永远赖在校园里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今天我生日嘛 我本来是不截图 我想说好好休息 因为我两三年 三四年 四五七八年都没有假期 所以我没一年 我没一年 你那数学怎么念的 难怪从工程系 转到变档系 一二年 两三年 四五年 七八年 我的高人数学 三十七分好不好 超烂的 然后所以说 我就本来想说 生日的时候 可以轻松休息一下 后来他们跟我说 就是回你的母校去看一下 我当时觉得还蛮有利益的 因为儿立俊典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真好看 真相思 鬼才携手的现实爱情 在郭敬明的小说里 主人公都是爱得如此惊心动魄 那么生活中 他又爱得如何呢 这个时间 郭敬明很少见到 我们见到最多的是 写给郭敬明的信 信嘛 通信是私人的东西 我不能看 但天天有些女孩子 写的是明信片 你还记得 女孩子明信片上说点什么 更多感兴趣 无非写的就是 小四 我要一生一世 真真地有生 诸如此类的 还让我还让我麻烦 此为蒙面的仰慕者不计其数 就连老师的子女 都没有逃过国际迷的魔杖 只是当年不解风情 他完全忽略了女儿心 我们新闻心有个老师 他的女儿特别喜欢 郭敬明的思想 然后就拿了一本脚 找到我 说 女儿老师能不能麻烦你找郭敬明签 我说我一老生 不好意思 找郭敬明的 然后我就找了他们一同学 找郭敬明签个字 然后过了几天 这个还给我了 郭敬明有签了 但是 那个带回来几句话 说郭敬明拿到这本书 因为你看说 这是一本道书 十年之后 在属于郭敬明的讲座现场 竟然还有姑娘 为了见他一面 气不成声 姑娘你别哭 别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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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的盲藏粉 但是我觉得 我不会应该是盲藏粉 从外地考得上大的 从小的时候 就看你的书 看草片 最好 好 那么郭敬明 这个小而强大的钻石王老五 究竟鸣花有主了吗 我们小人的三 三十五四十 我们小人的三 所以很大 一晃十年 如今一景还乡 当郭敬明站在镜头前 我们似乎还能看到 当年那个在图书馆台阶上 啃着面包 读着书的情色背影 我第一次来上海念大学 然后走进校门 然后看到的最 可能最大的建筑吧 就是我们的图书馆 边上那个区域 就是我最爱做的地方当年 其实自己这几年 一直在忙工作嘛 也没有时间回学校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回来 所以感觉真的蛮不一样的 娱乐经历 反风青春无悔报道 也许有一天 郭敬明的人生 真的可以强大到 让我们忘记他的真实身高吧 祝福他